早晨,早晨,Bizzi,早晨 哇,這麼快又到一個星期了 不知道大家這個星期過得是否幸福快樂美滿 開心,非常之開心 時間真的過得很快 這麼快又到4月的尾 很快又到5月 好,我們今天事不宜遲去開始講我們今天的主題 我們上個星期,Anne還記不記得我們上個星期是說什麼? 說斜降人生 我們現在的社會已經需要斜降人生了 是的,這個社會因為社會的轉變變遷 所以令到我們出現了一個斜降人生 即是說要打很多不同的工作 雇員才能平衡他們的生活水平 即是說今天我們就報入另一個探討的事情 即是說如果你是一個斜降人生的時候 你是要用一個很多重量 即是用不同的工種來去湊夠一筆錢 然後維持你的生活水平 很多時候我們會偏向於重量 不是重質 所以我們今天的話題就是 其實我們每一天都差不多要去工作 去把我們的能力發揮 其實今天我想告訴大家 問大家一個問題 如果大家朋友剛剛進來的話 我們剛剛開始 你可以把我們的Live分享給你的朋友 我們今天的問題就是 究竟你每一天都是不是盡力的能力 去發揮你的所長 來輸出價值呢? 好 那不如由Annie告訴我們 你覺得怎樣看輸出價值的意思是什麼呢? 我說輸出價值這件事 其實每個人的價值都是不一樣的 我只是以我自己為例 因為我以新娜堅持了這麼多年 為什麼我自己說輸出價值 以新娜的產品質量質素方面 都是第一名的 這個已經是很多人都現在 特別在現在很多人都已經知道 這個產品質量好 問題就是 為什麼那些人會保持回來 留在我的團隊那裡 保持回來找我 這個其實就是 我自己現在思考回來就是 因為我是不停的 都是輸出價值給他們的 我不是說 只是拿一張產品賣給他們 產品好他們當然會吃 但是你的輸出價值 不是說只是賣產品給他們 我是輸出價值去關心他們 令到他們 我真的從心靈各方面去關心到他們 他們的需求在哪裡 產品的需求 各方面的需求 我關心到他們的時候 我的產品不是我去賣給他們 是他們覺得我給了價值 是值得的 然後他們會來問我 有什麼東西會符合他們 是他們來跟我買東西 不是我賣東西給他們 我只是給了價值 幫了他們 關心了他們 他們就會自從來跟我買東西 你說是他們給錢給我買東西的時候 他們心裡給我 其實主要是我的價值 在之前輸出了給他們 他們就會一直將我這個 我輸出的價值 其實他們感覺到自己開心 他又得擊了之後 他就會一直跟我 他以後分享給別人 所以其實輸出價值 這件事是很重要的 每天都在做的 其實每一個人 每天都在做輸出價值這件事 任何打工或什麼都好 都是一樣的 是啊 其實我們可以簡單些 再去看這個輸出價值這個題目 就是其實我們那種的 一個字就是叫態度 其實就是你對著那樣工作的時候 你所抱持有的態度是什麼呢 例如我們剛才所說 剛才Annie所說的就是 其實我們全球24個國家 都有人經營USANA的 那你所以知道 當中的直銷商企業價 是多麼多 但是為什麼 偏偏那些人 那麼多個是不跟 是會選擇你來幫你去買的產品 甚至乎一直跟出來 我知道Annie用了16年 有些客人是跟足她這麼多年 那麼當中是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USANA當然是一個 很有價值的產品 但是當中最有價值的 在一個無價的地方 就是Annie所的跟進的服務 她所帶給她的朋友使用的 她將她的所有的客人 成為了一個朋友 她對待她的那種態度 而之前亦都所說 因為Annie是很深深感受到 華斯博士的遠景 去抱持同一個 這麼正向的態度 所以令到感染到身邊的朋友 來到當她身體 或者有一個想要更好的時候 她會去找 記得Annie這個人 我亦都可以有另一個例子 簡單些說句 當你是邪降人生一族 你身兼很多份工 都可能是一些銷售員 可能是一些鋪鐵 幾間不同的鋪鐵 和餐廳裏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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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的人態度不好的時候 其實你的人態度不好的時候 你的心裏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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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能五個小時 打完那份工的時候 就是六十元 就收六十元 就走了 去下一份 但是不是的 但是你會明白到一件事 輸出價值 就是說你只要抱有一個好的態度 去打一份工 其實你就有價值出來的 就是歡笑 對人微笑 心中也充滿微笑 當你打了一份工 當你也是餐廳那一天上班 你另一個人 同樣跟你五個小時打了一份工 十二元一個小時 但是他抱有一個很好的態度 他就輸出價值 因為簡單的 你下單 前後問 多謝啊 好啊 那個好好味的 你喜不喜歡吃那個 你可以加多那樣東西吃 只要你的態度是有所改變的時候 結單的時候 其實你不知道的 可能在結單的時候 那個客人跟你說 哇 我真的來過這麼多次 我第一次知道 原來你的餐廳裡面 最好吃的是這件事 他可能就這樣給你 二十四元的提示 那你想想 你那一天下班 你付出了五個小時的時間 但是你的薪金是七個小時 因為你的提示是二十四元 兩個小時的價錢 你明白嗎 所以一件事就是 輸出價值 大家不要以為 不要經常用一個學歷來做定義 不要經常覺得 我沒有大學文憑 我不是醫生 我不是律師 我有什麼價值輸出 不是的 你一個微笑已經是一個 因為佛家 我是一個佛教徒 佛家也說過 其實你的微笑已經是值上千金 所以大家不要覺得 你付出的價值 你輸出的價值 是要等同於很貴 很多 很辛苦 很難做 這些全部都是 不應該要有的一個思想 是嗎 是嗎 是的 其實如果說輸出價值 我們每人 每時每日 每分鐘都是輸出的 是的 你的心態 去到這裡有的時候 就可以輸出 人家是感受到的 一跟你相處 感受到 你有沒有價值 輸出的想力 不是說你多高學歷 是的 有多關心別人 是的 你的笑容有多好 這些所有就是 打工 其實打工也是一樣的 你出來打工 如果這個心態出來是這樣的 其實你都是輸出價值 老闆也感覺到的時候 老實說 加薪 都會加你多些 我自己覺得是這樣 總之就是你要人 你的心態去到 我是能夠 我有東西給別人的 其實這個社會上 我們來這個社會上 我們有能力給別人 是我們福氣 其實輸出價值就是 我有能力給別人出去 那你還是問別人拿東西呢 問別人拿東西呢 就不是你有能力給別人 你是問別人拿東西 其實如果你說 如果你有能力給別人出去 其實是我們自己覺得 個人是 私比受更好 是在給別人出去 我自己覺得輸出價值 你可以用這個簡單一點 這些人就會明白 多一點 是的 因為輸出價值 其實等同於就是 就是把你的東西分享給別人 這個也是一個宇宙的定律 就是你把能量去發放出去的時候 你所收回來 必定會是雙倍 或者是同等份量的 所以大家謹記 希望大家 縱然你選擇邪降人生也好 記住 看回我們上一次的live 去教你 究竟你選擇邪降人生的時候 你所選擇的事業 他們的資質是怎樣 當你真的選擇了的時候 希望你每一天 對著每一個工作上班 總之你付出你的每一天 每一分每一秒的時候 你都是一個輸出價值 發放一些好的正能量 給這個世界上的每一個人 那你所收回來的 都是一個幸福快樂的每一天 好嗎 好的 一定的 只要有輸出價值 一定開心快樂 好 那我們今天就到這裡 希望大家有一個美好的週末 還有一個今天美好的下午 謝謝 拜拜 拜拜 拜拜